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魔界是危险 但是也是它的一个机缘 就看它能不能自己把握住了 路是自己选的 我们唯一能指点一番的 但是具体怎么走 只能靠它自己了 神功至尊默然 另外一遍 秦晨则是意志坚定 迅速地前往天界 一天之后 秦晨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天界之外 洪荒祖龙恢复修为之后 已然是无法进入天界 只能是进入到混沌世界中 洪荒祖龙 你先进入混沌世界试试 秦晨内心也是有些担心 如今的洪荒祖龙太强了 至少也是巅峰至尊级的强者 秦晨有些担心 自己的混沌世界能否承受得住 哎 又得被关起来 不过 哎 总比留在真龙祖地的好 洪荒祖龙身形一晃 消失不见了 秦晨呼吁 这洪荒祖龙是被真龙始祖 造成了多大的心理营 轰的一声 洪荒祖龙进入混沌世界 立刻整个混沌世界 便是隆隆轰鸣起来 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整个世界都在剧烈的晃动 好似要坚持不住了一般 真压 秦晨立刻 催动混沌玉璧 嗡的一声 大量的混沌气息弥漫出去 同时 万界魔术 以及混沌之术和天道神术 也都在剧烈地震馋着 散发出了道道的气息 加固混沌世界 这才令得混沌世界稳定了下来 秦晨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混沌世界还能承受 洪荒祖龙 接下来 你就待在混沌世界中 没我命令 不得离开啊 秦晨吩咐道 顺便 替本少扩大一下混沌世界吧 没问题 洪荒祖龙黑黑笑道 不过 秦晨小子 你可得早点把血和胜祖 那老东西拉起来啊 我等着亮瞎他狗眼呢 洪荒祖龙嘎嘎笑道 一脸的得意 秦晨无语 他身心一晃 静止进入到了天界 秦晨一进入天界 立即就感受到了天界熟悉的气息 他没有停留 赶往了广寒府 死去魔界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需要将一切都安排好 轰的一声 秦晨降临广寒府 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激动 秦晨 秦如月瞬间冲了上来 一脸的激动 深深地抱住了秦晨 秦晨跟随着神功至尊 前往人族议会 先前担心死他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秦晨抚摸着秦如月 看着这个深爱着自己的女人 这些都是自己的责任 随即 姬无雪 永恒剑竹和血和圣族 也都是纷纷上前 大人 你的气息 似乎变强了许多 怎么和祖龙那老东西 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像了 血和圣族 惊恶地看着秦晨 他能感受到秦晨身上 强烈的真龙之力 陈少 黑奴等人 也是纷纷前来 看着眼前这一群熟悉的人 秦晨心中感慨 又有激动 这些啊 都是自己这辈子 最需要守护的人 先来说说 目前天界的情况吧 没有太多的时间 秦晨上来 便是办理正事 姬无雪和永恒剑竹 先是叙述了一下 如今的天界情况 在天界恢复之后 人族联盟诸多势力 都纷纷派下了天尊强者前来 再度建立起了一个个的分布 不过呀 因为有了人盟城的事件 所以这些势力 暂时都还是很听话的 并未在天界闹出什么太大的风波 更何况 人盟城之后 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干在天界闹事 如今的天界 以陈帝阁为尊 见到这样的场景 秦晨心中是欣慰不已 不过呀 如今天界虽然平定 但是陈帝阁其实并不安宁 想要在宇宙之中生存下去 陈帝阁必须变得更强 当即 秦晨留下了诸多的修炼资源 给了陈帝阁众人 陈 你是不是又要去什么地方 姬如月敏锐地感觉到秦晨身上的变化 颤抖道 我要去找思思 秦晨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实话实说 他不能辜负任何一个人 如月心神一颤 他就知道 秦晨心里有事 而且啊 他之前也已经隐隐感受到 好 我不会阻止你 不过这几天 你属于我 我想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姬如月看着秦晨目光灼灼 如月 秦晨看着如月 他没想到如月会说这样的话 没有吵着闹着要阻止他 也没有死活要和他一起去磨解 因为如月知道 自己去了魔界 只会成为秦晨的负担 他只是知书达理地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秦晨抚摸着如月的脸 心中叹息 如此善解人意的女子 他怎么能辜负啊 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带思思一起回来的 秦晨坚定了 这是他的承诺 不等秦晨把话说完 如月聪根般的手指 已然直接堵住了秦晨的嘴 别说话 吻我 秦晨愕然 接着迎接他的 是彻底融化的热气 轰你一下 干柴烈火一下子爆发 这一夜 秦晨和如月双方 将彼此深深融入了 对方的身体中 从房间的一侧 到房间的另一侧 一连几天 秦晨和如月 都是厮守在一起 几天之后 秦如月终于是 依依不舍地 放秦晨离开了 秦 我就在这里 等着你回来 秦如月坚定道 你等着我 秦晨转身离去 他去得悄无声息 甚至许多人 都已经不知道 他已经走了 秦如月站在院子里 看着秦晨离去的身影 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爱上这么一个男人 是幸福的 可同样也是痛苦的 这时 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 秦如月的身边 是慕容冰云 看着秦如月的模样 似乎明白了什么 脸色难看得到 他又走了 秦如月瞥了一眼 慕容冰云 和你有关系吗 淑月姐姐 以前在天舞大陆的时候 你对我态度 可不是这样的 慕容冰云嘟着嘴了 因为那时候 我不知道你母亲 是杀害陈少的凶手 秦如月道 他执法殿当年 在飘渺宫掌控之下 自然和飘渺宫圣女 慕容冰云关系不错 什么母亲 别提那个女 慕容冰云 脸色一下子冰冷了起来 说不是她 我有机会沦落到这般境地 秦如月叹息了一声 什么境地 陈他不惩罚你 已经是人之一境了 听我的劝 在天气好好做个人吧 慕容冰云黯然 有些人啊 一出生 便是会被打上标签的 不管如何努力 都很难改变世人的看法 你放心 我慕容冰云 不是无心之辈 慕容冰云默默的 广寒天之外 秦辰瞬间找到了血和圣族 血和圣族 进入混沌世界 准备跟我去一个地方 秦辰淡淡的 进入魔界 危险重重 一般人 秦辰并不准备待上 但是血和圣族 乃是远古混沌神魔 即便是出现在魔界 也不会被发现的 更何况 血和圣族修炼的力量 和魔族 有异曲同工之名 说不定啊 能在魔界之中 获得一些收获 恢复曾经的修为也不一定 是 大人 血和圣族 身形一晃 瞬间进入到了混沌世界 血和圣族 一进入混沌世界 顿时听到了一道 洪亮的大笑之声 血和老东西 你总算进来了你 洪的一声 无边的龙气 在混沌世界之中 瞬间声腾了起来 浩瀚龙危之中 一尊可怕的气息强者 跨步走来 正是洪荒祖龙 此刻洪荒祖龙插着腰 头傲娇地抬着老高 眼神比拟地看着血和圣族 一脸的得意 好像在看着自己的小弟 洪荒老东西 你怎么 血和圣族的眼珠子 一下瞪圆了 他震惊地看着洪荒祖龙 一脸懵逼 感到难以置信 眼前的洪荒祖龙 竟然是恢复了曾经的大部分修为 我的天 这 这怎么可能 秦晨带走洪荒祖龙 也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洪荒祖龙这老东西 实力竟然恢复了 血和圣族顿时感觉到 自己像是遭受到了上万点的伤害 来来来 血和老东西 给本族敲敲腿 快 洪荒祖龙瞬间落下 翘起了二郎腿 滚一边去 血和圣族破口就骂 就这家伙 居然在自己的面前装起来了 血和 以前你在本族面前狂一下 倒也罢了 现在你还狂什么 洪荒祖龙嘎嘎一笑 抬手直接抓向了血和圣族 老东西你过来吧你 洪荒一声 龙爪恢弘 遮天蔽日 宛若是天幕一般 瞬间禁锢住了血和圣族 血和圣族顿时变色 咆哮了一声 嗡一声 整个人瞬间化作了一片浩瀚的血和 要抵挡洪荒祖龙的龙爪抓舍 血和 若是你全胜状态 或许还能躲过本族的抓舍 可你现在 嘿嘿嘿 龙气进攻 轰的一声 这一片血和被洪荒祖龙震慑得无法散开 不断地变相 而洪荒祖龙的龙爪 则是无限变大 一瞬间好像是化为了一方天地 一方世界一般 不好 血和圣族惊怒 心中又是气又是怒 这个老东西居然来真的呀 想抓我门都没有 血和圣族怒骂 血和转身 轰了一下 漫天血和一下子炸开 无数的血气从洪荒祖龙的力抓之中散溢出来 然后迅速地化作了一道新生的血和 嘿嘿嘿 血和圣族 咱们这么多年老朋友了 躲什么呀 本祖又不会对你做啥 只是让你给本祖服务服务而已嘛 嘿嘿嘿 洪荒祖龙嘎嘎大笑 那个得意 一扫之前真龙足地的颓废劲劲 轰的一声 他龙爪再度地探出 继续抓来 你躲 你躲得掉吗你 今天肯定得让你替本祖服务服务 一般人被他这么禁锢 他才没多爽 可是能把血和圣族 这等曾经和他一样的混沌神魔太初生灵 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爽感 简直绝了 血和圣族变色 这老东西 他身形一晃 瞬间进入到了一旁的混沌星河之中 靠 血和老东西 至于吗你 鸿鸿祖龙变色 这老东西太能躲了吧 居然躲到了混沌星河之中 哼 老东西 看我不把你射拿起来 哄哄祖龙冷哼了一声 混沌星河又如何 又不是真的万象神葬中的混沌星河 如果是那条混沌星河 以血和圣族的天赋神通 和星河合二为一 他还真的未必能射拿起对方 可眼前这混沌星河 是当初秦晨吸收的混沌星河的一段而已 如今他的实力恢复了起码五六成了 还怕这血和圣族夺起来 龙爪顿时抓涉而下 轰底下 整条如同汪洋一般的混沌星河 都是隆隆的轰面 好像是要被抓涉起来一般 眼看着洪荒祖龙的龙爪 要深入混沌星河之中 突然 轰隆的一声 混沌星河之中 无尽的烈日光芒绽放出来 一头巨大的乌龟冲天而起 浑身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正是烈阳神龟 砰的一声 烈阳神龟吐出了亿万道金光 将洪荒祖龙的龙爪龙气 一下子粉碎吸入腹中 而洪荒祖龙的龙爪 则是砰的一声 轰在了烈阳神龟的龟甲之上 将它轰入了下方的混沌星河之中 砸起了亿万丈的星河巨了 烈阳神龟 洪洪祖龙变色 怒骂道 你这老王八 居然也帮血河那老东西 还讲不讲义气了 洪洪祖龙郁闷 这烈阳神龟可不是一般的存在 亿万年吞噬混沌星河中的无穷星辰 熔炼星河之力 即便是他 轻易也是无法破开对方的防御 烈阳神龟和血河圣祖联合起来 他再想收拾血河圣祖 那可没那么容易了 嘿嘿嘿 洪荒你这个老王八蛋 让你得意 有本事下来啊 咱们好好打一场啊 血河圣祖骂骂咧咧的 有种你上来 洪荒祖龙也怒骂道 这个龟孙子属王八蛋 怎么这么能躲啊 两个太初生灵级别的大佬 就在这混沌世界里 不断的你来我往的对骂了起来 跟两个流氓匍匐一样 好了 都给我闭嘴 谁在闹事 休怪我不客气了 外界 感受到了混沌世界中的剧烈动静 秦晨无语怒骂一声 这些家伙一个个真是不让人省心 是想把他的混沌世界给拆了吗 哼 看在陈少的份上 我放你一马 洪荒祖龙一屁股 坐在了混沌星河的边上 躺在了那 翘起了二郎腿